张总裁你好 刘宏你好 那么赖清德自520讲话之后 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 发表外区历史事实的台独言论和主张 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吗 那会给我们带来万劫不复的紧定 目的的就是要 一方面是做美国的旗子 二方面为了要骗选票 就是因为他们的选票的基础就是仇恨 让大家恨大陆来骗取这些人的选票 所以说他可能在亡皇可恶 为了自己的选票 最后会把台湾老百姓 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很可恶 现在我们就主要 怎么样针对赖清德 就是要把事实的真相 告诉台湾的老百姓 只有和平统一 才可以维持现状 只有和平统一 台湾才安全 只有和平统一 台湾人民才有钱 这三样你要不要 如果走赖清德路线 就是军事管制 武力统一就是军事管制 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